这只北极熊为了告别单身 得有多努力 海滨融化之前 它必须分秒必争 就算是冰雪茫茫 它也能嗅出 十里外单身母熊散发的独特香气 这位道令熊熊陶醉 一番倒腾过后 它继续上路 步伐与母熊脚脚相重 终于 它看到了心心念念的大母熊 一个箭步就冲到前路 制造一场偶然的邂逅 收获满满芳心 但这只是开始 增进感情的一路随行中 会出现很多竞争者 它得为地位而战 遇到体型小的 仅凭借气势就能吓跑对方 但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 熊熊不怕 说干价就干价 直到一方力竭 无心再战 然后继续守护母熊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 虽然最后遍体鳞伤 但它却没让别熊得逞 就此 母熊独自去产下幼崽 夫妻俩就此分别 当再次看到母熊 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随着时间流逝 海冰融化 捕食也越来越难 三只北极熊 也已经去世了一只 再过不久 熊妈的乳汁就将耗尽 而它们又将何去何从 我们人类只有保护好环境 使冰层融化的速度再慢一点 它们的成活率 才能变得高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鞋 谢谢观看